歡迎收看古奇來點名 那今天星期三 昨天大盤押回 今天馬上呢 要大漲了100點 今天的重點在哪裡 昨天 國劇股東會 大跌對不對 他今天漲停 那我要講的是 你不需要去買國劇 但是屬於國劇集團的 或者是被動元件族群的 整理完畢了 在低檔的 你去卡位上去 你就是坐教 這個族群你要掌握住 沒有人叫你追價 但是你要懂得 紅低卡位去布局 你才有機會轉波段 那第二個呢 中環繼續漲停 中環來得已經漲了一倍了 他最近這兩天 陸續續續有公布一些 為什麼上漲的一些消息 基本面 他是出現轉機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過 中環來得 他的利多 不應該由我來講 我也不能講 將會涉及炒作 由公司派來講 最標準對不對 就跟國劇昨天股東會 他釋放出來的訊息 由公司派來說明 讓大家去解讀 那這兩個族群 你有沒有掌握住 這兩個族群都漲不停 昨天跟大家談到了 這一些股票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先講大盤 大盤今天往上走了 對不對 賺了沒有 這一段 這一段 我知道很多人做期貨被擦空 我先稍微跟大家談一下 今天外資期貨OI大買了8000口 現貨大買了103億 這一段往上 多少點 只有三四天 400點 被擦空 我知道很多人台子期被擦空 我們下一段 跟大家談台子期 這一段 我們先談大盤 我一直跟大家提到一個 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對不對 我們簡單做一下回顧 在五月份這個地方 我跟大家談到什麼 中環 來得 到現在一個月漲了一倍以上 我也談到合金 加金對不對 我也談到貿系 貿系今天也大漲 我們講大盤 這個地方整理 你能不能賺到錢 這是五月二十三號 很多人把這裡看成頭部 我說它在調整結構 大概一兩個禮拜 因為那時候月線在下面 即現在上面 調整以後 它會形成 黃金交叉 這是五月二三 這是五月二五 即將形成 對不對 那時候這些股票 都已經往上大漲了 這是五月二十五號 我說這是個頭肩底架構 對不對 你把這裡帶起來 它是不是頭肩底 而且我說它量也會增加 今天一千六百多億 它是往上走來到這裡了 我說你要用力買 你買了沒有 你賺了沒有 或者你爆一些不會漲的股票 這是五月二五 這是五月三十 跌下來一樣 在月線即線的交叉數 對不對 一樣看漲 這是五月三十一 我說大家比賺錢的速度 往上挑戰這裡 挑戰這裡 這是六月七一 這是六月七一 比賺錢的速度 這是六月七四 那今天呢 它是又上來了 我有沒有看圖書故事 我都事先預告 我們可以倒帶吧 我都是事先預告 跌的時候一樣 你必須要有這種功力 你才有機會賺到錢 對不對 尤其台紫棋 台紫棋 你看錯方向 不要說賺錢 賠了四百點 那現在漲到這裡了 怎麼辦 還是一樣嘛 個股表現 我跟大家談 正手稅出索的主力大戶都回來了 你看到很多股票的K線圖形 它完全不是外資在做的 重點是旋骨 這是五月三二一 六十分鐘的K線 現在來到這裡了 這一段就是四百點 那接下來我們講個股 今天呢 很多股票 今天重點在哪裡 昨天股東會 大家認為國際掛掉了 對不對 結果它今天大漲 今天中環漲停 N支了 我之前跟大家提到什麼 我說你看到它漲 它一定有一些潛在的利多 沒有人笨蛋笨到這種地步 一路往上拉漲不停的 你有沒有看過這種股票 一個月 對六塊 七塊 八塊 九塊 到今天 十八塊 六三十八對不對 這樣賺多少 一個月嘛 我說以前正手最出手的那些人 他回來了 那今天中環呢 今天來就不去啦 但是沒有關係 中環漲了 他們兩個會鼻子拉抬 就跟被動元件一樣嘛 中環今天漲停 一個月 對六塊 七塊八塊 七塊八塊到今天十三塊 這樣有一杯沒有 頭前漲算算五個 我知道很多投資人呢 他不喜歡這種低價的 就跟去年國巨 就跟去年國巨 在低價的時候 他減支的時候我去買進 那時候才一百多塊 後來漲到三百多 我以為賺很多了對不對 我賣掉 雖然我賺了倍數 他現在一千多 重點在哪裡 你要在第一檔卡位 任何的高價股都從低價開始嘛 今天國巨漲不停 我昨天前天怎麼跟大家談 這兩檔都是國巨集團的嘛 國巨漲很多 他是整理完畢剛起漲 既其力薪之後嘛 那你不一定要買國巨嘛 那這些剛起漲你可以去買 對不對 昨天跌他今天馬上漲啦 他有去嗎 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股票嘛 我講多久了 他漲多少了 他對二十三十四十到現在四十八 昨天講的股票呢 漢訊 昨天拉尾盤對不對 今天跌下來又拉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洗盤 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談漢訊 但是要跟大家講的重點 你要選擇什麼 你要選對股票 選擇方向向上的股票 我跟大家談一下國巨 他今天又創新高對不對 我認為他的盤頭階段 我不建議你去買 但是一樣國際集團的 我剛剛講一樣是國際集團的 你要趁他要回去買嘛 你要趁他回去買嘛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給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等著去卡位 你只要等著去卡位 你一樣能賺錢嘛 跌的時候不敢買 長上去又眼睛又看著又賺不到 忍不住去 忍不住去 最後掉下來 我希望你跟著我做 一檔一檔做 包括我昨天跟大家談到什麼 我說這一檔股票對不對 你要卡位嘛 我昨天也直接跟你講 趙遠對不對 今天有沒有掌停板 這會不會是下一檔的中環來得 你要去尋找這種有轉機的 第一檔去買 這個叫破底翻 這個叫破底翻 這整理幾個位七個位 這破底 破底翻的股票漲幅最兇 這麼大的量 都鎖漲停 那你說呢 它會不會是下一檔的中環來得 我們把這裡拉近 這個叫破底翻對不對 破底 最後洗盤 往上急拉 這種股票呢 最容易漲倍數 類似之前的中環來得 最近操作不順利的 我希望你把握機會 你把電話撥通 類似中環來得 類似貿系 類似像趙遠這一類的股票 類似被動元件的低檔卡位的股票 包括之前的利敦利隆 包括現在的凱美智寶 你賺到錢沒有 把電話撥通 我帶你布局 我們休息一下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眼部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臺灣抗震網 運達頭顧 好看 弄在這裡啦 今日起身裝 運達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達頭顧App 貨店02 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更拿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 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良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歡迎回到現場 首先照往例 第一段 第二段的一開始 跟大家談什麼 談台子旗 一百億 一百億 八千口 很多人受傷 從第一檔一路被嘎 從第一檔這裡幾天 五天 四百點 包括我之前跟大家談的 我們看日K線 跟大盤一樣嘛 頭肩底架構對不對 你把這裡當成頭部 你去放空 尤其這一根長黑 然後你就怎麼樣 賠了四百點嘛 當你完全不了解 不了解這些籌碼 你完全不做功課 你怎麼在起子賺錢 像這種K線資料 像這種每天的 這一些資料 會員都有 當你擁有這些資料 我不敢說 你能賺四百點 但至少你不會在這裡 放空你去賠四百點 懂我意思嗎 今天 為什麼他買這麼多 現貨期貨都買 因為很多散戶在低檔 換空 這是加空 那你說未來會不會繼續漲 我說你每天要做功課嘛 你要去了解散戶在做什麼 如果大部分散戶都在換空的話 那他就繼續漲啊 期貨跟選擇權就是這樣子嘛 民和遊戲 不是法人賺就是賞戶賺 但賞戶能賺錢嗎 你要了解法人的動態 你才能賺錢嘛 對不對 你可能不可能在期貨再選擇權 你去戰勝法人嘛 期貨選擇我講多少 我們簡單看一下 這是五月三十一看漲 五月三十一在這裡 在這裡 看漲 6月1號續漲 6月4號 架空 有沒有很清楚 那這些資料呢 會員每天都有 每天都變動的 我們再看看台紙棋 我們再看看台紙棋 5月三十要重挫 嚇死人對不對 趕快換空 這一咖四百點 他是馬上往上走 他是往上走 到昨天三百點對不對 到今天呢 四八點嘛嘛 照道理他來到壓力區了 該整理呢 但是散戶如果你繼續換空 他就繼續咖空 不要跟法人作對 大跌的時候 頭肩底 這一往上漲 能不能賺四百點 或者呢 你至少你不會去賠四百點 對不對 話都講前面嘛 這是上禮拜的資訊 從上禮拜四 三十一號開始 他一直翻多嘛 好我們台紙棋講到這裡 你要自己去想 另外台紙棋今天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今天尾盤這裡 本來逆價差 這裡變成正價差對不對 所以尾盤稍微壓回 明天你要看是正價差 還是逆價差 這個關係很大 這張圖我有時間有機會再跟他好好談 做台紙棋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瞭解籌碼瞭解很多 包括前師大法人 他們在做什麼 包括八大光顧航庫 這一些資料你每天都要有 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大盤 大盤今天呢 國劇漲帶動很多被動員間一路往上走 所以我標題才會說漲不停 萊德中環昨天漲停 他今天又漲 中環是昨天漲停 今天又漲 他萊德中環已經賺一倍了 他慢慢會公布他為什麼漲 他是不是有轉機 那我的重點不是告訴你 你要去追中環萊德 或者追我手中已經大漲的股票 我只是要告訴你 你要重新去尋找 去佈局類似這一類的股票 你從低檔卡位 你才有機會反敗為勝 大家在賺錢 你為什麼賺不到 那我昨天就跟大家提到這一檔股票 對不對 它是整理 它今天是又漲停 它全球最大藍寶石機板供應商 這破底翻掉了 這樣不是開的 這裡不算什麼一定會過的嘛 那類似這一類的股票 一檔一檔做 把握機會把電話撥通 我帶你佈局 趁大盤這個地方 高難度的操作 你自己操作 你不可能選到這一類的股票 你把電話撥通 操作不順利的話 我們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 抓住桌角 用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達投顧 後康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達投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視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達投顧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瞭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拒絕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俄牌氣密窗 歡迎回到現場 我每天都有很多資料 我盡量講慢一點 但是有可能講不完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五月三十 這是漢訊 我說這裡 大家過度的樂觀 對不對 之前這邊展 每一天每個老師都在講 一跌全部不見了 結果它往下跌 我說這裡 你不要過度的悲觀 頭跟底它是一個循環的 它目前我說150 它是一個相對的低檔區 對不對 它昨天漲停 今天壓回 這是五月三十 這是六月四號 昨天六月五號漲停 今天稍微拉回 但是一樣 這個地方我認為是足底 它不一定會馬上急漲 但是它是在這個位置 相對的在這個位置 但是國具它是相對在這個位置 有風險對不對 那我說過你不要去買國具 你買國具的相關企業 或相關的被動衛銀件族群 它在低檔或整理過的 要漲的你去買 這樣是不是比較安全 我們另外再看一下 我們另外再看一下蘋果光的浴金光 這一天卡位 往上漲了100塊對不對 目前在這裡做整理 它都一樣的 整理的時候你早就要去低買 它一樣挑戰這個位置 這是蘋果光的部分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談 中環 這是五月九號 我談的時候是多少 六塊 六塊 這是五月九號 我帶會員買 像萊德 多少也是六塊 這五月車再講一次 還是六塊 我帶會員買這六塊 今天多少錢 有沒有一倍 合金這五月車 四十幾塊 技嘉這裡買 他也賺了波段 我們出清了 我要跟大家談什麼 你不要去買這一類的 你要買在足底的 或者剛起漲的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萊德 這是五月車 一個大底對不對 一個月漲這麼大 對六塊 起到十五塊 還不止 這是五月三十一號 這是家金 四十幾塊 起到七十幾塊 你要尋找是大的底部區 你才有機會賺大波段 賺倍數 我希望你懂我在說什麼 有沒有事先講 中華難得 我也帶會員去卡位 對不對 我電影上 二三二三 二三四九 也寫了很久 這是家金 這個合金 我們再看一下 這一檔是什麼 這支什麼 這支冒四嘛 三十塊 這支也冒四 這也是冒四 五天四十八 五天 賺了將近五成 普通會員 特別會員 當國會員都做過 我講了多少次 你提前跟著我卡位 你全部都賺得到 這都冒四 這都冒四 對三十起到五十 冒四今天 還漲停 還大漲 那現階段呢 我剛剛跟大家談到過 國劇漲不停 中環漲不停 對不對 萊德漲不停 一個月漲多少 那你不要去買國劇嘛 你買它的相關企業 它今天是不是漲了 它是不是漲了 它是不是昨天跌 你不要去買國劇 你買這種整理過的 整理過的去買 能不能賺錢 像類似這一類的股票 你要不要佈局 我們一檔一檔做 低檔卡位 往上你才有機會翻波段 對不對 你要把握機會 跟上腳步 我再講一遍 你可能慢一天 你會少賺一個波段 卡位的時間 很快就過去了 跟上腳步 把電話撥通 謝謝大家 地震了 怎麼辦 一 爬上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 請上台灣抗震網 運打恐怖 好坑弄在這裡啦 即日起身裝運打恐怖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名師為您 及時解盤 有機會得到標普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 運打通過APP 貨電02-22781-0909 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效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打投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我幫公司開戶 再麻煩您提供 實質受益人資料 開戶目的及用途 這台灣這麼麻煩 這是國際規範喔 謝謝 谢谢大家